早晨,今天是新冬選舉的論壇,亦是晴朗最後一次的論壇 不過今早不知道是否大家選舉太辛苦 梁仲恆及容可恩、侯志強暫時未到 我們安排,因為我們分開環節 如果他過了必答題都未到 我們就當他放棄了必答題的環節 如果三位候選人在必答題的環節都來到 我們都會補給他 一如既往,第一環節就會是主持人發問的必答題 每位候選人會有30秒時間回答同一個問題 我們會順序由剛才抽籤的第一位一路開始 給大家的機會問下去 這條是假設題 希望大家回答的時候就不要左閃右鼻 因為當事人都未表態是沒有這件事 大家想告訴你的選民你的看法是怎樣 必答題就是如果假設梁振英一定要爭取連任 大家認為三天之後的選舉結果會怎樣影響他的勝訴呢 第一位開始的就是麥家俊 30秒時間請開始 我想如果梁振英是要爭取連任的話 我想接下來的三天裡面的選情是非常重要 因為第一件事如果我們要去真真正正 要去阻止他繼續在接下來的任期裡面 真的要有很多惡法或者其他一些不利民生的政策要推動的話 必定要是我們自己中間派或者泛民 要更加多的人入到局 因為現在很多的建制派都在說自己要去收個議事規則去展報 這件事是我們自己民主才會絕對 好,時間到,下一位梁振英 30秒請開始 梁振英當然是處心積累 用港獨來跟他自己遮囚 2015年的施政報告突然說港獨 一路整個部署都是把整個競選港成為港獨 原因就是如果成績差他要走人 不過如果大家不投票的話他成績一定會好 所以沒有投過票的人或者投過沒有投的人 或者什麼人都要出來投票 好,時間到下一位陳雲根,30秒請開始 我這次部署的民族基本法議程 我在其他的論壇或地方都說過 我是會以新任特首做一個爭取對象 即是會在新一任特首任期才提出 如果當選之後就會做游說、部署、累積簽名 或者同意這樣的方法 我是不會將民族基本法議程給梁振英用的 我明顯講過 好,最後時間 好,下一位鄧家彪請開始 我是13號鄧家彪 如果梁振英在現任特首 還要爭取連任 又要提高的勝算很簡單 就在勞工權益有進展 一,明確是取消對衝有個進度 二,就是標準公事立法有個清楚的立場 他能夠做到這兩件事當然對打工仔女有好處 更重要就是看到他的能力是駕馭商界的利益 這個,我想市民都樂見 不過究竟他能否做到呢 我鄧家彪會積極爭取 我們重新多次的問題 就是結果如何影響到梁振英的連任 下一位梁甘成,請開始 大家好,早晨 我是20號梁甘成 對於說,如果梁振英是想一定要連任的話 即如果跟進的關係,接下來他會想連任 但會影響選情是甚麼呢 即是很明顯我們看得到 中共那邊真的下了很多力 這樣才可以令到他在接下來連任 所以我很希望選民真的出來打破這個局面 就不要令梁振英成功連任得到 好,接著下一位楊樂喬,30秒請開始 過去年多大家看到香港社會如此撕裂 此作勇者當然就是梁振英 但是過去這個選舉期 大家也看到他是無所不用其極 在製造分化和矛盾 很明顯他是要越亂對他就越好 也都對梁振英來說 如果立法會能夠被建制派佔大多數的話 這個也是他一大功勞 所以很明顯,如果你希望梁振英走的話 你必須要聰明地投票 將最多的非建制派送入議會 才能夠令到梁振英的連任噩夢是無法開始的 好,到時下一位范國威請開始 今次立法會選舉 除了是選議員在立法機關監察政府的施政 根本就是就梁振英過去幾年的撕裂社會的做法 是來一個公投的 市民的表態 如果越多非建制派泛民主派的議員在議會 代表了梁振英是不得人心 我更加想說 我是武實本土路線的新民主同盟 是去抗衡梁振英大陸化、赤化香港的計謀 撕裂社會這些絕不能繼續忍受 而梁振英是繼續做這方面的出賣 下一位方國山,請開始 早晨,我是方國山 如果大家想梁振英不連任 其實就要改變我們選舉的制度 首先是政制的問題出現了 譬如我們早前你也說過 立法會應該要盡快全面普選 今次的立法會的改選 正正就是大家市民可以讓一些真是有獨立思考 不是舉手的機器的 是入到議會去改變 接下來這個提委會 只是千二人的 好,時間了 下一位是名單排第二的田北俊 請開始 我覺得今次選舉的結果 是會很影響中央對梁振英連任的看法 如果反對梁振英連任的 包括自由黨 如果我們這邊反對他連任的票是多的 我相信中央會見到這些是市民的意見 我覺得中央會看市民的意見 而作出所謂他們支持誰去 當然我很希望梁振英說他爭取連任 我也會多些票 好,下一位陳志全請開始 梁振英爭取連任就預料了 差在是何時公佈的 但是梁振英很狡猾 他在立法會都曾經說過 無論保皇黨大敗或者大勝 他都可以扭曲成有利他連任 當然我們相信如果保皇黨大敗 他可能連提名的數目都未必拿得夠 但是因為梁振英爭取連任 他說最怕拉布 我希望香港市民要支持一些在議會抗爭 有業績敢講敢做的政黨和議員 去參與今場的立法會選舉 去制衡梁振英的行政辦 好,時間到 下一位張超雄請開始 其實這個不是假設性問題 這個是現實 我們見到種種跡象 梁振英根本就是爭取連任 如果他不玩的話 他早就給了顯示 所以商台這個題目是出得非常之好 我們市民不需要等的 不需要等制度改變 現在就用你張票 投給非建制派 投給民主派的議員 因為如果建制派輸的話 梁振英 好,時間到 剛才提到容鶴振英 剛剛都說到 30秒時間請開始 今次的改選 希望可以改善議事和政府間的關係 剛才的問題是說到他連任 那我都覺得 今次如果現在去提連任 是言之上早 因為他連不連任 或者有沒有其他人正式參選 都是一個未知數 還有我們見到 今次很多候選人 都是衝著特首來去的 即是說是完全不支持他連任 或者是因為梁振英的施政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建制範圍 或獨立可以改善 好,時間夠了 下一位陳克勤 各位早晨 我是22號民建團 陳克勤團隊的胡建文 剛才這個特首連任 立法會這次選舉的結果 結果出來之後 當然大家各方面 包括了我們市民、政黨、內地 都會研究一下結果 反映的情況 但必須要面對一樣 就是究竟有多少個人參選 除了梁振英之外 民建團可能都會有人參選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會說過 我們是支持曾生參選 好,下一位陳毓娥 請開始 我是15號陳毓娥 我參選目的就是 趁司灣、梁振英連任抗禮部 平衡獨港、禍港、佔中操任 撐警保護香港 我的賣點是無私奉獻給香港人 我站出來去為正義發聲 如果市民認同我的理念 我當然希望他們給機會 投我一票去服務市民 過去四年我全新投入公共社會服務 出席過很多公廷會 撐新界東北計劃 扶貧、政改、高鐵 好,時間夠了 梁忠恆是未到的 現在到下一位是鄭家富 請開始 民建聯的創黨主席曾鈺誠 曾經也轉態說過 如果梁振英爭取連任 他有意做他的班底 甚至入政府 所以大家看到 民建聯好 或者經常叫梁振英 找數的公聯會好 在立法會選舉裡面 你看到 其實大家都是等待 看看阿爺怎麼吹雞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泛民主派 信的就是港的 和投票都一樣 但建制派 時間夠了 下一位 我們仍然要交代一下 廖天成和侯志強都未到的 我們現在去到黃心瑜了 30秒開始 在之前的論壇 我都提出過梁振英的陰謀論 其實港獨這個議題就是 他為了爭取連任而打出來 我希望9月4日 多些聰明的選民出來投票 因為若果立法會 非建制派 最後是可以拿到 多個關鍵少數的議席 其實是代表了公民力量的強大 代表了香港選民的質素 代表了香港人的眼睛 是雪亮的 中央是不可能再相信梁振英 而她是不可能連任的 好 時間到了 下一位李詩煙 現在開始 我是李詩煙 大家好 我想如果CY 即梁振英特首要連任 相信也有很多一定的香港人支持 表示歡迎 當然也有相當的反對聲音 但是我想必須要說 他一定要連結外面更多的市民 即支持政府的市民 大家一起做多些工作 首先講一下 其實無論是其他政黨 無論是葉劉 或者曾先生要選 這件事都不是那麼容易 好 時間到了 下一位葛珮帆 30秒開始 大家好 我是10號葛珮帆 早晨 其實泛民一直都想把立法會選舉 和梁振英連任捆綁 但是大家都要記得 其實立法會議員的職責 就不是選特首 我相信大部分的市民 都不想選人入議會裡面 都是為了反梁振英 為了反政府 甚麼都拉布 甚麼都反 而希望選的議員 是為香港做實事的 所以我覺得根本不應該 將選特首和選立法會議員捆綁 這個是對立法會選舉 好 時間夠了 多謝你 最後一位必答題的是 林卓廷 30秒開始 早晨 大家好 我是林卓廷 剛才葛珮帆說的一派胡言 立法會議員 他是有責任去投票選特首的 而香港那麼多的問題 社會撕裂的問題 那個根源都是梁振英 所以梁振英如果連任的話 是對香港很大的損害 而建制派保皇黨 繼續在立法會去保駕護航 只會令到梁振英那些劣質施政延續 包庇他UGL涉貪案和廉署風暴等 好 時間夠了